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评价奇偶门的爱情观 那真是道德与法治 软饭与硬吃 功奴与剑尸 CCTV都得加根几期的小吹说事 但看完以上的节目 奇偶门就会明白 在期刊2里 如果想拥有一段没有伦理玩笑的忘年恋 西家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 很久很久以前直到现在 卡纳迪亚大陆一直传授着一首关于爱情的童谣 南阿尔 北瓦那 不如西家能养家 西里叶 东巴该 没有西家打架快 西家 她是库罗夫家族的长公主 其实劣质强悍 就连组长奥克列 也就是她的哥哥 都要对她礼让三分 也是斯特吉亚名副其实的最强女武神 她的英勇士姬如星耀般蠢蠢 在战场之上 她手持着巨大的战斧 身披着坚固的铠甲 眼神坚定而深邃 率领着斯特吉亚的勇士们 在战场上面冲锋陷着无所畏惧 在280单手 260长干 以及213跑动点的加持之下 她率领的步兵会坚步可摧 勇武过人 同样 她也拥有着超凡的武艺 拥有着250点双手技能的她 每一次的恢复都如雷霆万军 让敌人胆战信心 别人是收集投盖骨 她 干脆投盖骨 除了超凡的武艺与战场指挥的高端艺术 西家拥有着守护家园与人民的决心 如果作为一位城市的总督 西家阿姨除了能够极大的提高自然度 以及快速的招募民兵 节省军费和快速的练兵之外 还能够快速装满你的马场 稍加训练 还能够为你节省一批不小的费用 但是很可惜 这样强大面板好像就通话损咬的人 却没有得到幸福 可以说西家的一生充满了风雨 她在早年丧偶 在潘德拉克战役之中 失去了最爱的父亲老奥雷克 还有至亲的妹妹 现在她已经42岁了 空有一身本领 独自带着仅有22岁的唯一的女儿 在夜盘闪杀的队局中艰难的生存 也许坎坎坎坷不幸的经历 正是她充满背影的特点之一 这是好像营游诗人口中的故事 不然有一天 你作为一名年轻的骑士 闯入了她的生活 必然可以以真诚和善良所打动她 让她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婚后 你会同这名强大而命运多出来的女物生 一同守护着属于你们的土地 保护着人命的安全 说实话 迎娶西家真的更像是入罪 谁说奥利克看你的眼神会有些怪异 但确实是罪得如此的自愿且思法 在强大的人身边 总会让人感到安心又舒坦 与年轻美丽又高大的玄米女神斯瓦娜不同 西家更加的娇小 既残忍 又鲁莽 又不是真诚 大胆还有些牙刺必报 这样的个性 居于他人之下实在是有些可信 有时候甚至想将整个家族都交给她来管理 而在世人的眼中 她的样貌不及一些年轻的女贵族 但我觉得她也能算得算是风韵犹在 这所谓长姐温强如疾风 拂面而来心至沉 言谈举止皆得体 岁月沉淀慧如真 携手共渡风与路 共谱恋曲夜如明 如果说和其他女孩的爱情是苹果蜜桃成熟时的情不自惊 那么和西家的结合则是对强大自信和世界法则的真心养 以及理性思考之后自发的醉水 可谓柔如春风 刚如磐石 爱如星光 人如深海 德泰尔曾经说过 一个好的老婆能够给你在她的世界开一扇窗 从此你们两个人都有了两个世界 所以在卡纳迪亚大陆 倘若一定要让我找一个人坠入豪门软饭硬吃的话 那我一定会选择斯特吉亚女路神西家 因为她总会把那扇窗打开 这就是西家 并没披着长姐和阿姨外衣的理想型老婆 你心动了吗 游戏可以是一场战争 但战争不会是一场游戏